现在的女性对健康越来越看重,但是很多女人即使千房万房,还是没有房住妇科病,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我们的卫生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,很多女人对于洗内裤这件事情,即使做了几十年,还是不知道正确的清洗方法是什么,不得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,你知道吗?最好别用这三种东西洗内裤,不然何容易染上妇科病,尤其是第二种。 一,用冷水洗很多女性都是直接用冷水洗的,但是冷水并不能洗干净,上面的细菌很多,传了很容易染上妇科病,除了特殊时期用冷水洗,其他时间换洗的内裤最好用热水泡一下再洗,这样可以将内裤上的细菌都高温杀死,防止女性私处感染。 二,用洗衣机洗很多女性,之所以会染上妇科病就一个自做的,懒,懒到将内裤的清洗都交给洗衣机,你也不想一想平时,你用洗衣机,洗过各种各样的脏东西,那里面又多脏,又有多少细菌,这是很多女性都染上妇科病的主要原因,最好是手洗。 三,用洗衣粉洗可能,很多人都觉得洗衣粉和洗衣液是一种东西,但是既然是两种不同的形态,肯定是有差别的。 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会发现,用洗衣粉洗的衣服,总是要清洗好几遍,才能洗掉那滑滑腻腻的感觉。 所以,用洗衣粉洗内裤,很容易出现残留,这些对于女性私处也是非常致命的,最好还是用比较好清洗的洗衣液清洗内裤,除此之外,清洗内裤最好是急换急洗,单独一件洗,不要和其他任何衣物混洗,这样才能减少染病的风险哦。 图文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谢谢,今年公众号名单出炉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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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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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